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萌扬 中国大陆年度代表字词12月20日公布了 年度汉字是稳 年度国际词是难和贸易摩擦 从中共官媒这个评选结果 我们不难想见中国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前天 中国奴隶李克强在一个会议上表示 今年国内新旧矛盾交织 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能够较好完成 明年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遇到更大的下行压力 面临着更复杂的局面 李克强把往年的全面完成 给换成了今年的较好完成 那如果说这是底气不足的话 那么他说明年下行压力更大 很可能就在反映着中国经济的问题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有分析指出 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着四个大的难题 已经成了北京当局的心头大患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企业的债务如山 十年前当全球金融危机 威胁到世界经济登场的时候 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修建道路桥梁创造就业机会 为了筹集资金 银行也是大量的放贷 地方政府也开始举债 从2008年的9万亿美元 一直到今天的40万亿美元 但是刺激过后市场逐渐恢复 甚至变得冷感 中国经济也随之出现了放缓 特别是贸易战的爆发 加速了中国经济下滑到30年来的最慢增速 而且还在下滑 这使许多的企业举步维艰 就在这个时候 借来的钱也到期了 中国企业累积了大量的债务 纽约时报表示 未来两年 中国企业将会有大约1.4兆美元 这样的国内债券 还有2000多亿美元的外债到期 仅仅是今年 已经出现了200亿美元的这样的违约 企业违约贷款价值 超过了2018年的总和 不过这还没完 标普中国信贷专家李国仪估计 违约率还将上升 还有许多的其他公司 都是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在运营 标普指出 中国企业必须偿还900亿美元的债务 这些债务都来自全球企业和中国以外的投资者 2021年还将有1100亿美元到期 前不久 天津市政府经营的天津物产集团 和北京大学为最大股东的北大方正集团 相继宣布没有办法如其还债 曾经是世界500强之一的天津物产集团 12日宣布完成了11亿美元的债务重组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指出 所谓的债务重组实际就是债务违约 这家大型大宗商品的商贸公司 成了20年来第一家没能按时还债的中共国企 欠债高达12.5亿美元 几天以后 国内最著名大学支持的企业集团 北大方正也宣告不能按期偿还 2.84亿美元的债券 这家在证券、半导体和房地产领域 都有投资的企业还不起钱 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随后经济总量位列全国三甲的山东 也爆出企业信用风险 彭博社统计 今年以来山东新增债券违约的本金规模 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达到了15.41亿美元 在中国所有省份当中排第四 这个数字还不抛过那些 挣扎在债务危机边缘的那些企业 过度的借贷又没有办法按时偿还 也造成了中国金融部门的困境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 中共政府准备拿出140亿美元 救助坏账日益严重 而濒临危机的横峰银行 中共很清楚 这140亿美元 不太可能就是最后一张大额支票 所以它已经表现出 更多让企业破产的意愿 目的就是教训他们不要过度借贷 可是当局的举措 更打击了银行向企业注资的信心 那对企业来说 融不到资处境就更加艰难 到期的这个账单就摆在面前 融顶咨询中国研究主管赖特做了个比喻 说你可以把油从车里取得出来 但是这会产生问题 如果让汽车由另一种动力来驱动的话 你就不可能让它以同样的速度行驶 彭博指出 今年是中国迎来的最大企业债务违约年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 就是房市冷淡 中国经济第二个显而易见的难题 就是这个日渐冷淡的房地产市场 尽管越来越多的城市 开始放松楼市调控 也有很多房地产公司大幅降价 但是销售依然萧条 库存量不断在增加 据南方网14号报道 11月份商品房的库存量是 1039.63万平方米 我们以北京为例 西城区有住房空置了半个月之后 下降了600元的租金 才把房子给租出去 11月份 北京住房租赁市场交易量 环比下滑了7.79% 同比下降了3.88% 那二手房市场冷淡 一手房又怎么样呢 乐有家统计数据显示 10月份广东佛山 非限购区的一手住宅 网签是8426套 环比下跌了3.1% 新房的成交数从4月份起 连续6个月下跌 河南郑州 楼市的销量暴跌了48%之后 当地又推出了一个刺激政策 说在中心城区持居住证 满一年的可以办理入户 而原来的实现是 5年才可以办理入户 如果是租房的呢 那么就可以办理户口 像荣创 万科 碧桂园 恒大等等 这些大型的地产公司 都在郑州开始降价卖房了 此外 深圳 南京 天津 三亚 兰州 张家港等城市 也都不再限购了 可是成交量依然是低迷 尤其是张家港 前11个月的总成交量 同比下跌了29% 科尔瑞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受监测的29个重点城市 11月的累计成交 2,255万平方米 同比和环比分别下跌了12%和1% 房子卖不出去 库存量必然会上升 而有的房地产公司 就为了转嫁危机 开始向内部员工销售员工房 前天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 截止到11月 房付销售非常不景气 多家房企 连全年销售指标的一半都没有达到 压力之下 有的房地产企业 开始瞄准了企业内部员工 这位业内人士介绍说 一家上市的房企 为了增加销量 员工房的整体价格 比市场价格低了6% 要求员工在年末之前 交清首付 明年6月可以更名一次 如果明年卖不出去 公司给退房并返还首付 融创集团也对天界的员工 实行了员工买房计划 如果年末前一次性付清 那么就打8折 分期付款是打85折 一次性买房半年后可以更名一次 绿地集团湖南公司 要求员工包括试用期的员工 也在内 包括要求这些员工 自购或者推荐其他人来购买 否则就开除 员工有一次更名的机会 还有一定的折扣 此外像万科 华润 银峰等等这些房企 也都推出了团购房 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 就是人口严重畸形 如果说企业债务违约和房市冷淡 是近在眼前 那么人口结构的问题 就是中国经济长远的一个 最大的担忧之一 被誉为华尔街最优秀的经济预测师 投资咨询机构亚德尼研究公司的总裁亚德尼 把中国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疗养院 亚德尼的意思就是 中国正在面对着人口急速老化的问题 15号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平 与布鲁基斯学会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 在这份名叫中国2049的报告中指出 未来中国存在着三大新挑战 其中之一就是人口快速老龄化 这位北大学者在第四届国家发展论坛上表示 中国每年劳动力人口减少800万 而老龄人口要增加1200万 人口老龄化将会严重影响消费需求 劳动力供给储蓄以及社会保障 大陆媒体报道 2019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是2亿4949万 占总人口的17.9% 这个数字比2017年同期增长了859万 比2008年增长了8960万 如果按照未来60岁及以上的人口 每年增加800万这个速度来计算的话 1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 中国老龄人口将会达到3.4亿 可是每赡养一位老人差不多就需要两个人的工作 但是中共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 使人口的出生率急剧下降 中共的官方数字 2018年的出生率是10.94% 是1949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 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研究认为 去年中国人口其实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全年的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就是 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 说这个总和生育率是多少呢 只有1.05左右 就是说平均一个孩子 多一点点 低生育率直接导致人口不断老化 使整个经济和社会活力在不断的减弱 中共也在老年健康蓝皮书中承认 中国已经进入了未富先老的状态 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超过了经济发展进程 曾经长期断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无法持续 并且料到了2015和2016年前后 要爆发金融危机的马格努斯表示 中国人口的巨大变化 从2012年就已经真正开始了 这位牛津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指出 人口变化 过度负债等等这些问题 将使明年的中国经济充满挑战 他认为明年官方的GDP增速 可能是在5.8%到6%之间 因为2021年是中共认为的100周年 经济必须保持积极 但是他认为 实际中国经济的增速 会逐步降到3%到4% 马格努斯指出 前两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 很可能会带来中国经济的 明斯基时刻 就像2007年到2008年 我们接着说明斯基时刻 明斯基时刻是以美国已故的 经济学家明斯基为命名的 意思是说经济泡沫破裂 导致资产价值突然崩溃的时刻 他的理论是长期的市场稳定 实际是鼓励投资者承担更多的风险 而过多的风险势必会带来不稳定 导致债务和资金杠杆比率上升 那么最终没有办法平仓的情况下 市场突然惨烈下跌 也就是爆发了金融危机 2018年中共自称GDP是90万亿人民币 但是负债率却是GDP的1.5倍 到去年年底 中国的各部门整体杠杆率是150% 而整体负债率高达250% 超过所有主要的发达经济体 北京蓝锡投资公司CEO张江洪 在福布斯撰文表示 中国政府把很多债务都算在了企业的头上 使居民部门杠杆变得很高 将近65%是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两倍 他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表示 中国正处在第四次去杠杆的历史时刻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大陆金融学者贺江斌去年7月就表示 中国经济的明司机时刻已经来临了 他在自由亚洲撰文表示 中共推出7000亿人民币的定向降准措施 实际就是在抵御已经来到的明司机时刻 而这种情况下 北京当局非要和美国打贸易战 对中国经济更是一剂沉重的打击 何江斌认为 中国当局打贸易战是鸡蛋碰石头这个说法并不对 这是往美国总统川普的钢针上碰 是泡沫碰钢针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廉在《大纪元》撰文表示 中共的极权统治可能暂时不会让中国发生明司机时刻 尽管所有的条件都成熟了 但他可能操纵控制经济 推出新的杠杆对冲风险 不过他也强调 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明司机时刻到来的危险始终存在 就是说明司机时刻是中国经济 时时刻刻都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难题 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 中共向来有个特点 好事是把一说成十 坏事是把十说成一 如今李克强主动说出明年的压力很大 说明了问题可能已经非常严重了 南卡大学艾克人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认为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非常严重的衰退 所以他在放弃不谈结构性问题的底线 决定和美国签协议 那即使这样中国经济下滑恶化也是不可避免 谢田指出中国经济本身有非常严重的顾忌 每个问题都可能会引起中国经济的塌方 甚至撼动中共的政权 这是中共的心头大患 他举了个例子 就像是得了多种绝症的病人 只要有一种病症发作 那么就可能要了中共的命 好的 感谢你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您好